作词 《未经病》 下面是讲的第三个 现现缘起空心之量讲这个道理 不管带入空中化故非不以而存者 本体若成必成立观带因缘则向敌 他这里讲显现缘起空性的量 比如说我们修加行的时候修人身难得的量 最后的境界界限是什么样的 到一定的时候 缘起空性在任何一个修行人面前出现的时候 什么样的量呢他这里也讲了 作为真正通达缘起空性的修行人 修行比较好的这些人面前所谓的无有单空 不管得像空中的鲜花一样没有这样的 非不业而存在的根本不可能不宽带 当然空中的鲜花并不是不管得而独立存在的 但是这是一种比喻来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法根本找不到 不依靠任何一个法不管得任何一个法 而独立无有的法绝对不会存在的 所以不会堕入断边 因为一切法它显现必定是存在的 不像空中的花一样的 空中的花也许如果存在它是无缘无故的 但是我们世间上的万事万物全部都是依靠各自的因缘而产生的 所以不可能不灌带而产生的任何一法 这个也没有的 它的本体如果成立的话它不灌带因缘而产生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切万法是灌带因缘而产生 所以如果不灌带因缘而产生或者是有的话 那灌带因缘对它来讲恰恰是相违的 相低处的 所以这个偈宗等众就是说真正的缘起空性 其实显现的时候它是空性的 而空性即是显现身不予苦 空不予舍的 这种道理是缘起空性的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其实显现是一切法会显现 但是当它显现的时候不会真实存在 我记得在《月城论师》造的 《中观四百论》的诸书当中都说过 说我不会说一切法是没有的因为我承认是缘起法 我不会说一切法是实有的因为我承许的是缘起法 那到底缘起法是什么样呢 缘起法如幻 如梦 如痒痒 如岁月 如幻数般的显现 然后这些显现无实有 无自信 无本体等等 它在《四百论》的注释当中大量的文字描述 一切法都是像如梦如幻一样的 如梦如幻我们口头上都是可以这样说 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其他的法是如梦如幻 就是我们见到的法 就梦境的法跟我现在见到的法没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梦中的这些法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它有它的一种因缘 当真正显现的时候无奇地显现 而最后灭的时候也是无踪无影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世间上所看见的这些法 当我们现见它的时候有它的本质存在 但它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可以现前的 最后因缘灭的时候它全部都是没有的 所以禁宗的印象没有什么差别 我记得在《花园经》里面也有比较适合的教证 《圣道缘起如诸法》 见有为法犹如今相 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有为法就像金子里面的印象一样 金子里面的印象是什么 山河大地金银财宝都是在金子当中可以现象 但是作为一个通道缘起道理的人来讲 这些都是现而无知性的 跟幻殊没有什么差别幻殊有 库伯菲尔美国有个特别 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个非常出名的 他当时也好或者在前几年的时候 在世界上也是成为最伟大的 最超级的一种魔术师 依靠他的一种工具和一种特异功能 有时候灌在监狱里面也可以通测而出来 有时候在虚空当中也可以飞行可以飞翔 有时候把别人的一百万美金的卡全部撤毁 撤完了以后又重新恢复等等 在世界上认为是很多的事情 其实它也实际上是一种因缘的聚合 这种因缘聚合的巧妙动达 世界的万法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所以佛陀早就在有关的精灵当中以幻术和魔术师 魔术师和幻术师基本上意思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种境界一旦我们真正了达了空性意义的时候 显棘时空 空即日或者显现和空性不会轮返显现的 一旦无有轮返 显见无期之缘起 宗喀巴大师《善主要道论》的最后里面是 断除一切知诸相 二世间界即圆满 我们现在看到显现和空性这个教证是 张家国师引用在《缘起战》的讲义里面 他说这个颂词主要讲缘起空性的境界量 那量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 显现的时候不空空的时候不显是轮返显现的 但一旦瑜伽真正见到空性缘起的时候 就不会轮返显现的当我们看到柱子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它的柱子的本体是空性的 无期的缘现已经显见了那个时候断除一切知诸相 我见到它的时候就断除知诸相 所以宗喀巴大师见到文殊菩萨的时候 文殊菩萨给他讲的窍诀是什么呢 当你显现的时候不要去执着 无有执着 这个就是最深的一种窍诀 我们见到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对它产生一种执着 要么是好的执着 要么是不好的执着 好的执着对它产生贪心 不好的执着对它产生嗔恨心进行取舍 然后在相续当中造下业 所以我们这里已经讲到了 一切缘起空性的真正道理通达的时候 一切执着的这种根本都是没有的 见经无恶是有根忠戒 什么 四百轮里面尼尔拉德门通文智菩萨尔格文殿 所以要想到通达了缘起空性的究竟意义是很重要 一切所见当中最主要的一种所见